水洋酸它就是一种酸类 那它跟那种果酸换肤这种东西呢 它都是有一点类似的 好像这个青春露也是 它里面也是有酸类的东西 所以你长期使用一下 因为我们皮肤都会有一些需要被代谢的角质 所以当你这样每天这样擦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帮助你软化角质 就是慢慢慢慢的代谢掉 可能以前都不会代谢 像我就是皮肤代谢非常差的人 所以我的皮肤看起来都比较黑 为什么 因为角质都留在我身上 他们通通都舍不得走 太爱你了 太爱我了 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烧出色粒子来那种 那这个产品它里面的这个酸 就是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角质 不断的柔软不断的去除 所以你看起来就会特别的白 那我们就想要做一个精油的 精油的乳液 这一罐里面它加的就是精油 然后因为呢它的这个精油浓度非常高 好我觉得像我刚刚这样擦 我虽然戴着口罩 但是我已经闻到这个 它的这个是苦橙嘛对不对 它有苦橙的精油 它的这个橙类的精油就非常的香 我本来就是这么猛 东西都要加到足 所以你闻到这个味道非常香 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它的精油量就是很高 但是不会有过量的问题 它加了玫瑰精油 但是其实说实话 你闻不太到玫瑰精油的味道 因为它的比例加的比较少 你闻到比较浓的味道 其实是那个橙类的精油的味道 我很喜欢它是因为它虽然挤出来是乳 对不对 但是你一化开是水状 对 然后因为 我会觉得它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凉感 对对对对对 夏天涂这个非常的舒服 就觉得 好像整天的烦躁都被精油给去除掉了 而且它这里面有加了一点点的薄荷精油 所以当我们这里面精油调了这个薄荷以后 它就会让你这个味道散发的特别好 所以旁边的人就很容易会去闻到你身上的味道 因为它会不断不断的散发 它是有点透的 有点透的看到吗 它跟一般乳液那种厚重的不太一样 然后你稍微这样 这样涂开 有没有 它其实体是蛮薄的 我刚刚这边已经涂了三层 你看得出来我的手其实是没有负担的哦 如果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乳液 当你这样涂了之后 你会觉得这边好像一个厚厚的东西 保鲜膜 对然后好像不透气 那种就是因为它用到比较不好的油脂 我觉得这罐真的很好擦啦 如果你本身是有在擦乳液的人 你会想说这罐这么小 它不小欸 它其实是250ml 所以这一瓶我其实蛮建议有在用乳液的人 或者是你本身想要美白的人 这一罐是美白乳液 美白高浓度精油 瞬息乳液 品名应该这样取才对啊 不然客人可能会不太晓得这个到底要干嘛的 这个真的效果很好 美白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很香 欸我都不晓得这个味道这么好闻欸 我从刚涂到现在一直涂一直涂 因为太香了太好闻了